是的 那多个党派公开所讨部长职位 让巫统主席拿杜斯里阿末扎西出任副首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 没错 那就连大选前和阿末扎西撕破脸的丹斯里阿努亚穆莎 也是一反常态提醒安华 必须按照巫统党职论资排备安排进入内阁 阿努亚穆莎没有明说要阿末扎西出任官职 可是强调巫统是透过最高理事会决定和西蒙组成团结政府 安华不能把巫统的支持视作理所当然 更不能敷衍巫统 他还用咖喱来做例子提醒安华不能只拿走肉汁丢掉其他材料 安华必须根据党职优先次序委任巫统代表入阁 而且要获得党领导层接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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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 - 订阅 不客气 - 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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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情